现在看到的是一组春水秋山鱼 这是一个少数民族风格的用鱼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玉韬环 这是出自无锡伯鸢的一个玉韬环 它上面就有一只海东鲸 盘旋在天际 而一只天鹅直乎色鲸一般 钻到芦苇之中 它属于把狩猎的那幅图景 给它描绘出来 对 原来我们在第一个场馆看里面 大部分是通过玉器来表达理智 来表达地位 包括去描绘一些 对于过去鬼神的崇拜等等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 这个玉开始写实了 对 它开始逐渐走向了一种图像化 一种世俗化